好 继续来看到卫福部玉理医院在每一年都会办理病患住民春节返乡 那么2月6号上午是由医护人员、社工员陪同97名的精神病友 分成两梯次搭乘台铁列车返乡与家人团聚 6号上午玉理医院的专业团队带着97位住民从玉理车站出发 乘坐铁路局列车分成北车、南车返乡 玉理医院表示 从每年不断成长的返乡报名以及参加人数来看 家属对长期在医院收治的住民有更多的接纳与关怀 让越来越多的住民有机会在春节能与家人团聚 另外我们也指派了25位的工作人员陪同 分为北上跟南下两部专车 北上会到台中 沿途会把住民交给家属 那南下的话会到彰化 一早玉理医院的院长简已嘉以及副院长陈兴刚 也来到现场为私乡的住民们送行外 并且慰绕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劳 就好好跟家人还原 享受天人之乐 这个应该是最最好最快乐的时刻 另外副院长说 目前精神医疗的新趋势 除了按时服务要控制病情外 更希望让患者在家庭及社区的接纳下 进行复健与治疗 这才是对患者病情有显著的帮助 希望能够社区适应 让住民能够逐步地回到社区 适应社区 将来可以回归社会 陈兴刚表示 期待借由这些活动 让病友能够重新回到社区 让大家接受稳定而持续治疗的精神病患 并不会成为社会中不定时的炸弹 也希望这温馨的列车能持续每年感动启程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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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栗紧 订阅 词 coule相忧